身着汉服,穿梭在法国的大街小巷,端坐古征前,青龙漫年抹妇条,展现中国式审美。 本期紫牙同区匠人观察,就带大家走近网红彭靖玄。 一袭红色汉服,端坐古征前,渐渐速手轻条,一手熟悉的上海滩便从指尖倾泻而出。 鱼音鸟鸟,气势磅礴,为法国街头的人描绘了中国人的侠客江湖。 快言筹,世事纷争,都用争音传达的淋漓尽致。 它用鸟鸟骨韵展现华夏文明,让更多人认识与了解中国音乐。 这个谈古征的女子便是今天的主角彭靖玄。 一国街头,以高超技术展现中国风采,此视频一经发布便获得数十万点赞,广大网友也逐步了解到这个琴女子。 彭靖玄,法国布尔多第三大学音乐学研究生。 除了上海滩之外,他还弹奏过众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乐曲。 一首《千年等一回》,仿佛将人带回许仙与白娘子初见的西湖畔, 烟雨朦胧,一眼万年,爱恨纠葛让人难忘。 一首《中国功夫》,仿佛将人带回中国的武侠世界,朝日起落,一跃起顿,无一步彰显着中华豪情。 一首《梁柱》,济润人心,仿佛透过时光,将那段缠绵翡测的爱情故事再次展现于世人眼前。 除了演奏中国古典乐曲,彭静玄也会紧跟时代潮流,用古针为大家演奏流行乐曲。 一首《孤勇者》,将一个普通人面对逆境,却仍保持着昂扬的态度,与黑暗厮杀,去追寻光明的执着,表现得淋漓尽致。 他将曲谱改编,采用层层递进的方式传达情绪,更张显了荡,困境将临时人们内心的不屈。 一首《青花词》,仿佛待人穿过历史时空,透过缥缈烟雨,来到了烟雨江南,见证着瓷器的诞生。 彭静玄演奏的,不仅仅只是一段乐曲,更是无数人的青春与记忆。 不管走了多远,听到这些熟悉的乐曲,总会泛起浓浓的思乡之情,也许是当时陪着自己一起追剧的父母亲人,也许是已经走散的朋友恋人, 听着阵阵争音,内心的涟漪总是久久难以平歇。 身在异乡,彭静玄却时时牵挂着祖国,在他的视频里,关于祖国的内容也格外引人注目。 七一当天,他发布了一首《唱之山歌》给党听,将人带回那个物资稀缺的年代, 军民一心齐向党,以赞美党这个母亲让民众的心得到解放。 一首《万江》再现了《红日升东方》,历经五千年,经历战争洗礼,经过历史沧桑。 毅历世界东方千年不灭的自豪感,展现了无被建设祖国的决心,点点滴滴,都是民族自信。 一首《黄种人》,展现了中国人不惧他人的目光,挺起胸膛,坦荡荡闯荡四方的气质。 彭静玄的音乐勾起无数身处异乡中国人的思乡之情。 有人说,法国街头很少有人能听懂中国的乐曲,但我觉得,音乐无无国界,它能够突破语言的限制,向每个听到它的人传达出思想。 彭静玄的演奏再次印证了,越是中国的,越是世界的,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,无形之中成为一种文化软输出,提高中国音乐的影响力,让更多热爱音乐的人了解中国文化,爱上这个底蕴深厚的文明古国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请关注我,为我点赞并转发,你们的每一份鼓励,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。